谢谢许先生 找记者来协助抽签 抽出的是要配合财产申报的军人 这是过去每年在股防部例行记者会上的活动 只是今年的申报过程竟然出财 造成配合申报的情报员各自被自己人外流 事情是发生在10月15号 股防部阵风市承办员用内网发送了要求 配合财产申报作业的Email 给军情局自同电军在内的28个局处承办员 但竟然附件附上了所有获选员的财产资料名册 其中记载军情局人员身份资料 包含真名等于让极机密的情报员身份曝光 这份名册主要包含了他的服务机关 职称姓名申报年度等等这些资讯 但是并不包含他个人的存款 不动产或者是投资等等这些申报的资料 国防部已经在第一时间要求各收文单位 采取公文系统推荐等等方式来做风险管控 认了有这件事 目前就担心是否有人已经打开下载 甚至拍照 未来刻意外流或遭骇客窃取 名册内居息包含参谋总长和部长顾立雄 台面上的将官各资情报价是相对低 问题就是针对从事情报工作的人 过去都是采纸本申报 正风式的电邮都是简单提醒各单位留意 或主动联络 不会附件任何名册 他有立即的生命危险 这叫做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不费摧灰之力 你今天不要讲打仗了 你就已经输了 人家把你摸得清清楚楚 你将来的发展 未来几年都可以研判出来 国村回应外流的各自非第一线 情报人员只是目前有可能汪洋补牢吗 是有一级危险的 二级危险的 三级危险 都弄清楚了以后再做全盘的调整 不怕神一般的对手只怕猪一般的队友 TVB的新闻王华丽卢听听看不到